勤快 它是宴蕩山的 山生在來的 你看跟蘇東坡一樣 前世都是修心的 那這一次得到大福報 造成三世院 這是剛才老和尚說的得人生 有什麼用 如果得人生是造業的話 那結果下一次是到無間地義 那就很悲哀了 得人生是要聽聞佛法 學習聖賢教育 我們看自己解說勤快 特別介紹這位歷史人物 勤快 是南宋江陵人 江陵就是今天的江蘇南京人 那麼 智慧之 稱主張抗金 勤快剛開始 他是主張要對抗金人 他反對割地求和 後來他被金草的金隊抓氣 被金草金隊把他葫蘆以後就抓去了 後來把他釋放 原來他被抓去的時候就投降了 他向金草投降 在紹興八年 勤快重新拜相 重新擔任宰相 他就反對他以前的立場 就立子和義 就是跟金草和談 立子和義 就是指章和談 那麼代表宋高中 向 金史就是 金草的這個史節 跪接 肇書 肇書就是皇帝的命令 在紹興十年 金草的 都元帥 叫 完眼中壁 領兵 向南清 南清 岳輝等金隊 大吉北華 李破金金 禁逼 開轟 秦快呢 就慫恿宋高中 命令岳輝班師回朝 破令班師就這裡講的 去處令班師 就破令班師 在紹興十一年 宋高中以秦快 解除葉輝 韓宋中等大將軍 的軍權 誤購模反罪狀 殺害葉輝 這個呢 秦快跟他太太 為什麼關在葉王墓那個地方呢 我講這個典故給各位聽 當時那個導遊帶我們去 導遊也不會解釋 我問他為什麼 秦快跟他太太 關在這個鐵站來 為什麼還跑出一個秦快 他說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我有解釋給他聽 我說當時秦快 跟宋高中連鎖 把葉輝調回來 那麼當時以莫希有罪名要來判死這個葉輝 但是他都找不到證據 找不到他通底的證據 找不到證據 後來真的判不下去 為什麼沒證據判不下去 後來葉輝 在被判的時候 秦快跟他太太當時也在審判 在法庭裡面 但是大家都不敢講話嘛 據說呢 秦快的太太 就用水 因為不能說話說話大家就聽到了 就用水 在桌子上寫幾個字給秦快看 他說 說縱虎歸山必有大患 也就是說 你現在不把葉輝害死 換回去 你的宰相位置就保不住了 為什麼 秦快一直怕 這些將軍 像韓世忠 葉輝呢 因為他怕他們打贏了 他回來以後他宰相保不住 要換他們做 不是他做 所以他是自私自利 所以 秦快的太太就說 縱虎歸山必有大患 必除之後快 所以 後來秦快就用墨西有罪名 判死 葉輝 就這樣來 所以誤過模反罪狀 殺害葉輝 以金朝 再次簽訂 污辱合約 就是紹興合議 宋朝向金 稱臣 納貢 割帝 金朝規定 宋高宗 不許以無罪 去首相 就是保住秦快 這個就是盡早 回饋給秦快的禮物 告訴孫高宗說 你不許以任何的事情 你把那個 秦快換掉 去首相就是換掉首相 秦快英雄 再次擔任宰相 再次擔任宰相 18年 獨攬朝政 排除異己 大興 文字易 極力 貶刺 主張 抗金的關聯 壓制 抗金的 輿論 篡改 歷史 獎勵歌頌 合議的詩文 他那個是 投降的合議 紹興合議 命令各地 暗征民稅 十分之七八 使很多 窮苦的人民 貧民下腹 因恒征暴戀 家破輪亡 紹興 25年 病死 所以 怪不得這個勤快 會 灌在無間地獄 啊